未成年犯下更大刑案 真的不用做牢猫 新北市近日经传歌喉案 两名就读新北市某高中复社国中部的 15岁男学生发生争执 其中一方为了替干妹出气 竟然拿起了弹簧刀攻击 造成另一方脖子喷血 当场无呼吸心跳 极震惊台湾社会的歌警案 很多人好奇犯案的少年 有没有责任会不会被判刑 根据中国时报报道的律师林俊峰表示 若未成年以刀具伤害他人 导致被害人严重失血 根据法院实务见解 可能会被认定存在蓄意杀人的异谱 最终需附上相对应的杀人罪行者 尽管刑法明定14岁以上未满18岁 他们的行为得依法减轻刑法 但如果最终涉及杀人罪 未成年犯罪者依然可能被判处作来 同时就算少年的行为是无视别能力 也要他的法定代理人通常是父母 负责民事连带赔偿的责任